老公 声音币 我的ic袁还是老阿宫在做的椅子 那是老阿宫在做的椅子 你是老阿宫吗 不 met 公 好那我看一下我們今天的行程喔 今天算是我們跟團旅行的第一天 然後我們上午等一下會先去穿越 下午會再到清潔子 導遊好像說有可能會看到雪 所以他今天車會開比較慢 叫我們比較早出門 然後我們這是跟團 算是跟東南旅遊的行程 所以跟你們講一下 我們現在活動期間 購買東南旅遊的日本指定行程的話 你只要用的是JCB的卡 就可以限折一千塊 然後前兩百個下單的會再送這個 小巴黎香水洗戶旅行組 而且從現在到4月15號 你只要在日本東伊厚田裡面結帳 刷滿一萬日幣 就可以拿到10%的回饋 而且現在用JCB的卡在實體店面 你只要消費滿3萬日幣的話呢 就可以有10%的回饋 變國座 哇不見了 所以15萬 好帥 你也會耶 好厲害喔 還蠻冷的 蠻冷的 這個有冷 然後你先上車 直接衝不上去了 來各位大家早安 早安 早安 先確認一下 你的裝飾 我稍微摸一下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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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好消息 外面冷不冷你摸玻璃就知道 你看看 對不對 對 所以這一天天氣比較冷喔 你有這個保溫品的百貨公司裡面 剛去上了一下廁所 現在外面超冷 洗完手是風吹冷到會痛的那一種 外面大概四度吧 然後拿那個相機拍照 我想要拍照的時候會一直抖 軟軟包可以啟動了 開始用超冷的感覺到它冷了 昨天晚上我都想說晚上也還好 沒有沒有現在不一樣 我今天早上叫你穿發熱衣 你還跟我說不用不用 我被這裡的暖氣嚇到 大家暖氣又開超熱 那個叫什麼火山岩區有被風太強吹下來 掉下來的鍋 要不然它的路兵不會很難走 其實還好 其實還好 真正有泡河的東西真的熄了 然後人 到了到了 冰川神聖 我們之前有來過這個地方 其實 對 我們上次來日本只是有來穿越 可是上次呢 非常的悲劇 剛出車站 然後豆哥在那邊跑跑去嘛 然後我為了抓他 我的相機就從我肩膀滑下去 早上這顆鏡頭 就在我抓豆哥的時候 啪的一聲掉地 然後就裂掉了 還好這是一個防護罩 它裂掉是防護罩 不過我現在拆不下 天台台車就來 你現在是在那邊吃 在那邊吃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吃 所以我去那邊吃 所以我去那邊吃 太多了 天台台車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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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車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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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有附製耶 天台 天台特別有附製耶 好冷 你知道你要祈求什麼嗎? 祈求什麼? 它這個是拜姻緣跟家庭關係美好的 那一定要 你丟大張一點 很重要 要整個錢包丟進去 你看有很多女生穿和服來這邊求姻緣 後面那幾張おみくじ籤師 牠們都是做成魚的樣子 然後這邊很好玩是說 你要用釣的方式去釣你的籤 我釣還是妳釣? 我釣了 可是我 我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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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哥上次其實來睡的時候都在睡覺 他沒有釣到 欸上次不是他釣的喔 不是 上次是我們自己釣 他上次都在 欸你也釣太快了吧 好快 等你等你 欸喂 欸欸欸 你不要甩他 剛剛那個說明是上上千被你甩掉了 就在這裡啊 就在這裡而已 要同一隻喔 同一隻 同一隻 我知道 好那你自己釣好 釣到了嗎 釣到了 釣到了 你鞋中獎 這裡 這裡我拿到 真的是大吉耶 大吉 我們來日本那麼多次沒有說過大吉耶 真的嗎 真的喔 真的是大吉耶 都是普普 普普 小吉 對 你畫面那個鳥居啊 嘿 是日本最大的木造鳥居 喔你說那個黃色那一個 對對對 鳥居日文叫 鳥居嘛對不對 鳥居 鳥居嘛對不對 嗯 他們寺廟著火的話 這個就會變成 雅吉鳥居 這個是人形牛 它就是一個人形的紙 你就是頭鉗 然後把紙拿出來 蛤 你熟 這沒有玻璃 好不好 這不是一個魔術盒 直接手伸進去 哈哈 我想說 它一個人形字 你要哈氣 然後抹一抹身體 把你身體的一些不好的運拍掉 好 然後丟到水裡面 只能拍一個人的嗎 要不要把你的也拍一拍 一張只能一個人啊 二合一也當咖啡喔 好 放到水裡還就會化掉 我們上次來這條河去乾的 沒有玩到這個 真的 掰掰 化孕 他手打開了耶 掰掰 淨化你的靈魂 跟把惡運去除掉 唉唷 化掉了 你看化掉了 好酷喔 掰掰 我的惡運要走了 我的暖暖包咧 我的暖暖包在暖我的相機電池 哈哈哈哈 因為電池接近零度的時候 可能會短命 哈哈哈哈 我影片會拍不了 所以我暖暖包需要犧牲給我的電池 可是你的手也會短命的手 是不是需要暖暖一下 可以啊 來來來來 等一下 來 走不了路啦 冰川神社我們上次也有拍 可是真的完全不記得拍了什麼 因為摔壞鏡頭心情整個很差 真的心情很差 而且我們上次是先到穿越 然後走那個老街 走的時候呢 你就一直問我說這裡有什麼故事 可是我一個都講不出來 我記得我們有去一個神社 然後你就說 嗯 這裡就是以前有一個古人 然後他 對 他就是很有名 然後有個廟 大概是這樣的解釋 我們到喜多苑了 喜多苑啊 他這裡的穿越大師 以前呢 就跟日本的一個大將軍 他們那個 德川他們的家族 最後我覺得這些地方都很漂亮很酷 然後我覺得一定要來看一下 可是我都講不出來的故事 所以最後那支影片我就撿不出來 他就也不想要理啦 I tried I tried I tried my best Did you try? I tried 我們這次去穿越有先座的功課 知道穿越這裡的特產就是地瓜跟芋頭 所以這條老街上 有各種地瓜跟芋頭做成的食物跟菱嘴 從冰淇淋 包子到汽水 各種東西 都有地瓜跟芋頭口味 好香喔 他在烤韓籍耶 他這裡所有東西都是韓籍跟芋頭做的 對 剛剛這樣一路走過來 都是YMO 它是韓籍 這個是 地瓜糖 在日文的YMO 就是這種根莖類 它其實就是一個大類 所以可以是韓籍 可以是芋頭 可以是什麼 然後它這邊應該是韓籍 我剛剛看到它裡面有烤韓籍 它是真的烤到上面有焦糖黑黑的那樣子 笑著來吃 好 來了 欸好像有點問題 第一間就點那麼多嗎 這個是它的烤芋 就是烤韓籍 然後上面是用Bullet CremeBullet CremeBullet的那種方式 就是炙燒糖在上面 可是它這個是冷的 這個地瓜 看起來就很好吃 這個地瓜 加焦糖 我咬一口 我是想要 都不給我 你的嘴好髒喔 它真的把濕地瓜的味道啊 它地瓜好好吃喔 對啊 它地瓜的甜 好 好 好精緻喔 我原本想說這地瓜就是地瓜 這地瓜像是煮過糖的甜度 可是它是天然的甜 對 而且它上面還有再加那個crunchy的焦糖 我要再一口 我還要這一口 嗯 超好吃喔 超好吃的 超好吃喔 這一杯是他們的焗地瓜拿鐵 地瓜拿鐵 給我 蠻好喝的 是嗎 就是它是甜甜的 然後 有一個那個跟剛剛的味道很像 可是它就是奶味比較重 有點像是 甜的西式濃湯 因為它加了cream 所以很濃郁對不對 對 很適合冬天喝 現在這個天氣喝還蠻適合 因為它超燙 我覺得它這個真的還蠻好喝的 就它上面是還蠻厚的一層鮮奶油 然後下面是它的那個lotte 你喝進去如果這樣直接一起喝的時候 其實是很有層次感 但是也要很小心 因為會被燙到 上面是冷冷的鮮奶油 喝進去的時候就瞬間 哇 衝進去 我們現在外面這一條啊 就是穿越這邊的主街道 叫藏造老屋街 然後 就是一條老街嘛 呵呵呵 還是一條老街 然後兩旁呢 就是有很多的商店街 有很多的東西可以買 呵呵 你去神坑也可以這樣講 去酒墳也是這樣講 來穿越也是這樣講 這裡的房子叫藏造 藏造其實是泥造 因為日本房子不是一般都是木造嗎 是 因為穿越這邊 它以前是全國貨物 要進到東京之前的一個集貨站 所以這裡住很多有錢的商人 那以前泥造其實是用來做倉庫的 因為它造價比較貴 泥造用來做倉庫 對 因為它防火 那這裡是以前發生過很多次大火 所以這邊人又有錢 政府就鼓勵大家說 啊大家都蓋泥造這樣子 所以這一整條都是藏造老屋 那也是日本現在唯一可以看到這種 一整條都是從江戶時期留下來的 藏造屋的地方 而且我覺得它們維持的真的很好耶 它那整個房子啊 然後還有街道什麼都維持得很乾淨 又很漂亮 我覺得日本人他們其實蠻堅持的 對 因為有些東西其實他們燒掉了 他們還是會把它蓋回來 對 像這邊最有名的石之鐘 是 就在我們的左手邊 那個啊 它其實現在已經是第四代了 燒了好多資料 啊它是真的有重建過這麼多次喔 然後它是以前用來報實的 是人工在敲的 現在是機械鐘啊 它以前一天敲四次 6點12點3點6點 敲鐘那個人堪稱是日本上最輕鬆的工作 哈哈哈哈 它應該有其他的工作吧 有兼職嗎 應該有兼職 無所異職 它一天只要敲四次而已 那個鐘的底是一個鑰師神社 你就是要穿過這個鐘 然後再去拜鑰師神社 說會比較靈 然後它是專制眼睛的 你是說你近視進去 球會球你眼睛就會好嗎 你可以試著閉著眼睛 然後穿過這個鐘 走進去那個鑰師神社 你應該在中途就會跌倒 上面是真的是用大的鐘 去敲 那它每一天是敲四次 等一下就來聽聽看它的聲音 我敲了敲了 它剛剛自己動的嗎 怎麼沒有聽到 這幹嘛 為什麼我 你是不是命不到 它剛剛好像沒有打到是不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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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看到這種還要講話 叫人家趕快移開的這種 它是要去追飯人嗎 可能是要去載那個敲鐘的人 他沒有來上班 哈哈 喔 這一家是賣那個柴魚的 對 中式本店 它今天有烤飯糰嗎 有不要問問它 它有一個那個烤貓飯糰 烤貓飯糰 是它的特色 好酷喔 這個 它是柴魚 怎麼這樣賣的耶 它這裡的柴魚都品質很好 直接刨來可以當下酒菜 它應該蠻香的 感覺你爸會很想要 它有不同級數的 這個看起來更乾 然後更貴 它這一隻要兩千塊 它有分耶 像這種是要給湯的 然後這個是撒在上面 跟飯一起吃的 這家店其實很久以前 就是在這邊賣鮮魚的 然後他們現在主打的商品 變成是柴魚 最古老的時候 對 因為這邊其實離海邊不近 所以他們是 就是從河那邊運鮮魚 來這邊賣 沒有現在已經現代了 就卡車可以運 所以就沒有必要 這邊現在最有名的 就是一個烤貓飯糰 烤貓飯糰呢 它原本是有 有烤貓飯糰 可是因為它就是有三天是休假日 對 剛好這三天內 是沒有的 OK 好 非常好 那就是 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 是沒有在做的 我的貓飯糰 我吃不到貓飯糰 對 它這個說它就是 直接用刨的 自己用刨刀就可以把它刨出來 而且也可以煮湯 也可以直接當小菜吃的那一個 而且它很硬喔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當成腳底按摩的木棒 或者是來打擾光島 我記得我們上次有去這一間 裡面就是賣很多很多的那種小茶杯 很漂亮 哇你們有買清酒杯啊 就是這一家 就是這一間喔 對 它這一整家全部都在賣醃製物耶 它有一個日本料理的味道 對啊 它聞起來還蠻舒服的 飄出來 日本人都拿這個來配白飯對不對 各種醃製物配白飯 因為日本的飯很好吃 你只要有一點點的鹹味 跟那個飯吃起來就超好吃 這家這家 地瓜布丁 買個地瓜布丁來試試看 這家叫做穿越布丁 對 你要在這邊吃嗎 對 它有一種是你直接這樣吃 或者是它還可以買這種 上面還會給你加冰淇淋跟一個 小餅乾 你要這種的嗎 對 給我那一個 好 在這裡吃是在哪裡吃 就在旁邊這邊啊 就在這邊嗎 就站在旁邊這裡 不是這裡嗎 對就是這裡 OK好 好可愛喔 謝謝 這是冰淇淋耶 好可愛喔 好可愛的吧 上面是冰淇淋嗎 上面是冰淇淋 有些沙咪給我 欸你不是說很冷 你又吃冰淇淋 對啊你包成這樣子吃冰淇淋 整個就很不合理 我覺得你喉嚨要不要貼一包暖暖包 你只叫冷還吃冰淇淋 對啊 很冷嗎 它這上面是 栗子的味道 喔不是地瓜喔 上面是栗子的味道 不是吧它上面是地瓜啊 是地瓜喔 是地瓜 是因為好吃的栗子跟地瓜 吃起來有點像 我分不出來 你是吃到布丁了沒 終於終於 終於要吃到布丁了嗎 我看到布丁了 欸它這個布丁很香欸 這個布丁跟我們之前在奈良的拿的比較好吃 不太一樣但是這個也不錯 你吃吃看你吃吃看 它就是有一個那個味道 欸這蠻好吃的 蠻特別的 喔有果肉 對啊 然後它下面還有焦糖 喔是喔 然後焦糖配韓吉 然後它又是cream的布丁 對 很好吃 很好吃 我覺得跟奈良的不太一樣 但是這個也不錯 這個可以吃 好吃 而且它這裡裡面還是有地瓜的欸 那個焦糖我要擺 這是地瓜欸 它有一顆一顆小地瓜在那裡 我要吃啊 喔 喔有果肉 對啊 所以穿越大概就是這樣子 吃吃晃晃 冰川神社 然後就蠻舒服的 走一走 就一個上午這樣子 我覺得蠻舒服 而且到這邊在中午 中餐的時候 其實也蠻多店家可以吃的 像後面這間它是鰻魚飯 它鰻魚串開始賣了 可以買一下嗎 不用不用 鰻魚不用特別吃 穿越這邊跟鰻魚沒什麼關係 來了來了 這個是鰻魚串 跟它旁邊這個是肝臟 肝臟看起來好好吃喔 對啊 而且我覺得它剛剛這邊的結照方式 好特別喔 它是直接用點的 然後就是 點完了以後它自動就會接收 然後就會開始烤了 可是它原明明就站在那裡 然後硬要弄哪個機器 可是你就不用 不用錢啦 它就不會碰錢啦 對啊 它就不用碰錢啦 好香喔 它這個是也是 還是可以吃到魚味的 然後 它的醬 其實是比較偏鹹一點的 它沒那麼甜 它沒那麼甜 肝臟肝脹 肝臟肝都更好 然後看起來還有腸子 然後還有乾 感覺得好好吃喔 肝臟很特別欸 它又有脆的 然後又綿密的 我吃不出來到底是有什麼東西在這裡面 因為它是很多內臟把它串在一起下去烤 對 所以吃不太出來到底是什麼 可是還蠻好吃的 蠻特別的 對 蠻好吃的 它沒有乾的苦味 它真的有些軟軟有些脆脆的樣子 對 可以了吧 這 part 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我們差不多要回去了 滿足了齁 對 要去吃中飯了 我們跟團 我們要繼續趕下個行程 走 剛剛那個肝臟吃完以後 你還會一直想要再吃它 這個流下來的口感是很香的 蠻厲害的啦 我們來這邊短短一個半小時 可以吃到這麼多東西 對對對 也是專業的啦 日本真的很講究 他們連筷子都有一家專門店 而且他們筷子啊 就是它做的都很精緻 你上面還要可以刻名字 你可以就是買一副筷子 筷子上面可以刻名字 對 它可以每一副筷子 那我想起來那一首歌 我刻在我筷子的名字 我 hatch我筷子的名字 紋在我筷子的名字 我用我筷子夾茄子 找不到喝醭用的湯匙 你再這樣下去 會不會有版權問題出現 應該不會啦 這歌詞整個歪成這樣子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相隔三年 我們沒想到因為跟團的關係 又回到同樣的地方就拍攝 感覺上好像把上次沒拍好的影片 做了一個收穩 這樣子一看 兜哥真的長大了好多 我們也沒有變老 只是變得更有型 這次從日本回台灣之後 有一天我幫他洗澡的時候 他問我 他說 你們之後還會帶我去更多地方嗎 我說 為什麼 為什麼要去更多地方 他說 因為啊 你們帶我去的地方都很好玩啊 那可以啊 那就帶你去更多地方 直到我們被你嫌棄為止 爸爸 爸爸 太太太太 遇見啦 下山度 好累 可是真的會結凍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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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JCB卡它除了在日本旅遊說是一張神卡之外 其實它在台灣一直有很多五星飯店跟旅遊行程是有大折的 我們這次東南旅遊跟的突然是東京的行程 可是它在JCB卡的指定行程其實還有北海道跟大阪 所以我們等一下回去台灣我們就馬上再刷一個北海道的行程 大阪也要 大阪也要是不是啊 OK 我們這次只是先暖暖身 因為想說三年沒有看到富士山的 來一定要看夠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去找富士山在哪裡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富士山今天 聽說很難找 富士山聽說不好找